泰国国王普密彭阿杜德3号晚因突然发烧 被送往曼谷一家医院 经过治疗后情况好转 泰国王室消息报道说 普密彭国王3号发烧 并伴有血压升高和心率加速等症状 当晚国王从海滨的华欣行宫 被送至曼谷一家医院 是立即完后也陪同前往 经医院检查 国王发烧的病因与感染有关 经过一天的治疗 国王的体温和血压4号已恢复正常 院方表示 国王的健康状况正在逐步改善 医院未来将使用专用仪器 继续检查感染原因 以便下一步治疗 众多泰国民众4号聚集在医院门口 为国王祈福 曼谷市市长也于当天中午抵达医院 普密彭国王现年86岁 自登基以来深受泰国人民爱戴 2009年9月 他因肺部发炎 开始长期住院治疗 2013年8月出院后 他长期在华欣行宫疗养 国王和王后今年8月6号起 因身体有恙入院治疗 9月15号出院 什么样推渐